我十四歲的學生的確是俊仔 警官現在不讓我點個案 什麼都做不到 無論如何 我不相信俊仔真的會殺了人 我當了這麼多人的警察 雖然有多少表面證供也好 但是直覺告訴我 畢竟,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一定還有內情 無論什麼內情也好 我們都要想想俊仔讓他們落案起訴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 他們有了已經起訴了 究竟我還有什麼都沒想到 我還撒了… 阿嬌… 你聽我說… 我知道, 俊仔你兒子 我們不可以不理他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不可以插手這件事 不如就交給同事處理 不行, 我不會再相信他們 阿嬌 但我不會再相信他們 然後我們要開始了 啊 我還是說 所以我們要不要緊 我們要去記錄 還有更多人 我們要晚點 我們要關火嗎 我們要來記錄 我們要去報告 我們要來記錄 我們要去報告 我們要去報告 你怎麼樣?你吃完好點了嗎? 沒事 沒事, 細菲, 我算你聰明 會在Ada幫我拿藥 Ada不說 我也不知道你有藥在她那裡 Ada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就是那些事, 叫我想辦法幫你 那大姐一向都會有你心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計劃就開始了 準備好了, 隨時來就行 我跟你說, 你跟宮訪明聊天的時候 記住用你之前收縮佬的語氣 不要露出馬腳 行了, 這麼簡單 你婆婆媽媽媽像我, 像一個女人似的 話說回來, 細菲 這件事我純粹因為我有小寶 才去幫這個年輕人 不然我廢話你 你以為我想理你們嗎? 不是幫你們兩個 要不做這麼多事嗎?行嗎? 行了 一、二、三 現在沒空了, 又有什麼事要降低 高發明, 挪威 你不聽我的電話也沒用 你開我的錢怎樣都要還 現在你的車女手提電話在我身上 你要拿回來的 就拿著我五十萬來收回她 不然的話, 我就賣了貨 把車子還把錢拿來填 不夠的美數, 我一樣會照追你 你今天知道挪福回我了, 別壞了 原來是挪威夾了那批貨, 那怎麼辦? 你啊, 經常想要心軟 被你還沒住, 你說, 現在怎麼辦? 那我沒想到挪威這麼久 找一條我還沒住 現在最重要的是找那批貨 要不然你和我也不行 馬上要他出來拆掉他 杰哥, 你猜挪威 知道手機裡面有餡嗎? 你用一下腦袋, 如果他支批貨那麼值錢 一早夾著不出聲 還想要你出來談嗎? 你又對 不是了, 趁他還沒發現 馬上約他出來 不如先看清楚, 我怕你慶儀 你怕你沒出來走 不是, 即是臨死之前 我弄了他幾脫 我怕警察查到以為我堆壞了他 我不敢去店 Woky哥, 不如你去外面約他們 新聞還沒報了 那些警察查了一個學生 對, 就是他卻想你一隻小子 我就想不明白 為什麼學生會衝出來 是說他殺死Jeff 那就是你了 當然不是 我那天弄完他幾脫子 我又丟了幾千元給他穿草 我臨走的時候 看他生歪在撿錢 你說你不是傻了 你給錢以為他真的會穿草走? 這傢伙很小的, 一天死了身痕 說不定他想再求女兒 以後再為我的粉絲去砍 搞了自己 那也有可能 這傢伙, 毒引起, 什麼都做得出來 我不管 批貨是你弄不見的 你給我快點快點找回來 不然就入了你的帳 這麼久不打回來? 那個高火明是不是穿草不在香港 所以沒聽留言 那我豈不是水捨也不清? 石斐, 你也知道高火明那份人 是挺蛇鬼的 如果他真的殺了Jeff 他打死也不會去店 你又能幹嗎? 我們已經對外公佈 說抓了我十四歲的兇手 如果他也不想丟的話 那我真的要再想辦法 好, 真是 高火明 一、二、三 死定了, 我以為你不愛這批貨 數還數, 老還老 你別動我的批貨 欠錢不用還嗎? 那我無數怎麼辦? 那你想怎麼樣? 我想怎麼樣就說了 你還那五十萬給我 你的車子和我的手提電話 我無法每小條給你 你多給我一天時間, 我去抽錢 好, 明天就明天 時間、地點, 我再告訴你 記住, 不要辱我的批貨 就這樣 搞定 花姐有得去借, 別搞了 你沒聽過嗎? 看得到漂亮的東西, 心情好一點 都會快點好起來 你是不是不想好起來? 小子弄成這樣, 我怎麼開心? 小寶 花姐 慢點 不用上班嗎? 醫生叫我回來覆診 回來覆診, 順便來探望我? 主要是探望你, 順便覆診 算了, 請你喝這個開刀魚湯 是狗雞爐魚湯, 我煮的 適合受過傷或開過刀的人喝 文杰, 你也喝多一碗 好, 我嘗嘗 老師傅, 你老實跟我說 你知道Jeff什麼都沒有跟我說嗎? 我跟他不太熟, 你知道嗎? 你再想想 現在警方要正式下查告進製他謀殺 你想想, 你看得你才能幫到他 你不幫他, 說他真的…真的要坐牢 你想想想, 有什麼細節的事 你有沒有跟我說? 我知道的, 我都說了,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 你想想, 我求求你 阿智峰, 你的細節的事 落口已經說了, 你別再逼他 那你呢?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細節的事 多細微都可以的 無論多細微的事, 都可能是破案關鍵 不好意思, 我想真的幫不了你 你想想吧, 一定有細微的事 還沒告訴我 CK, 你冷靜一點 我一定… 有沒有事?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訂閱吧 來吧